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 有过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 挪戏是一种源于中国原始宗教的古老戏曲 传说中 挪神是一个能帮人驱逐鬼怪的神仙 在几千年的朝代更替中 挪戏逐渐成为中国人春节期间消除灾难 祈求福气的祭祀活动 这是中国东部 一个叫石油的小村子 这里祭祀挪神的风俗 已经有六百多年了 石油村的挪戏班 共有八个人组成 他们被尊称为伯 这是一种古老的终身之职业 每位伯按照入行时间 以此被称为大伯 二伯一直到八伯 假如大伯去世 二伯就顶替上去成为大伯 三伯为二伯 其他伯也依此类推 挪戏中最重要的道具 就是这些面具 几百年来 他们总是以这种不变的神态 等待着人们 按照传统 石油村的挪戏面具 每三年要翻新一次 称之为开光 当挪戏班的八位伯 戴上这些面具时 他们的身份瞬间就改变了 成为整个村庄的保护神 新年的第一天早上 挪戏班的八位伯 匆忙地赶往挪神庙 他们要在这里布置桌案 为他们供奉了挪神太子 洗脸更衣 这是跳挪舞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新年第一天 村里的家家户户都会来挪神庙上香 给挪神拜年 挪戏班的八位伯 也开始换上这种特殊的棉布衫 准备为大家献上一年一次的挪戏表演 挪戏活动整个分为四个阶段 起挪 眼魔 松挪 圆挪 在第一步起挪时 人们先到挪神太子的雕像前 烧三座礼拜 然后把十三副分别代表雷公 判官 挪公 挪婆等的面具取下来 挪舞的动作简单谷谷 对现代舞蹈有很大的启发价值 被誉为中国舞蹈史上的活画师 挪舞表演要持续半个月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六 这种古老的舞蹈 会在这个山村的200多个厅堂里反复上演 虚除邪魔 祈求福气 是中国人过年最初的源头 在这个时刻 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一代又一代借助这些久远的仪式 表达着人们对祖先和自然的敬意 以及对家庭美满幸福的共同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